记者刘兵权南投报道,又下石头雨,台21线新终衡公路115,5K望高路段,近日因山区连续大雨,导致原本不稳定的边坡又出现落石,昨23日公路总局信义公务段清完落石,今上午又断断续续下起石头雨,往来交通被迫中断近6小时,直到下午3时才强通, 信义公务段呼吁民众避免上山以为自身安全,信义公务段表示,昨夜大雨持续,造成该路断边坡又出现落石,原本今上午就能清除,但因落石频率增加,抢修进度延后,不得已才在9点40分停止车辆通行,原预估下午5点半可抢通,后因工程顺利,约在下午3点恢复单线双向管制通行, 呼吁用路人注意边坡情况,近期避免上山。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,近日天气不稳定,边坡状况难料,建议前往塔塔家的游客避免行驶台21线,最好寻走路况稳定的台18线阿里山公路,以防落石启动交管,延屋旅游行程。